他父母小小地发了点财 将他坟上加工修器了一下 坟前添了个白大理石的天使 垂着头合着手 脚底下环绕着一群小天使 上上下下拾了一双白色的石头眼睛 在石头的缝里翻飞着白石的头发 白石的裙折子 露出一身健壮的肉 乳白的肉冻子冰凉的 是像电影里看见的美满的坟墓 芳草斜阳中 现花的人应当感到最美满的悲哀 天使背后藏着个小小的碑 提着爱女正穿肠之墓 悲音还有托人专制的心事的行术 穿肠是一个稀有的美丽的女孩子 十九岁 十九岁毕业于宏记女中 二十一岁死于肺病 爱音乐 爱敬 爱父母 无限的爱 无限的依依 无限的惋惜 回忆上的一朵花 永生的玫瑰 安息吧 在爱你的人的心底下 知道你的人 没有一个不爱你的 全然不是这回事 的确 穿肠是美丽的 她喜欢静 她是生肺病死的 她的死是大家同生惋惜的 可是 全然不是那回事 穿肠从前有过极其丰美的肉体 尤其美的 是那一双 华泽的白肩膀 然而 出人意料之外的 身体上的脸庞 却偏于瘦靴 俊整的 小小的鼻风 薄薄的红嘴唇 轻炯炯的大眼睛 长睫毛 满脸的颤抖的灵魂 充满了深邃洋溢的热情 与智慧 像魂归离恨天的作者 艾美利·布朗特 实际上穿肠并不聪明 毫无出众之点 她是 美点灯的灯塔 在姐妹中 也轮不着她算美 因为上面 还有几个角色的姐姐 郑家一家 都是出奇的相貌好 从她父亲起 郑先生 长得像广告画上 喝了口服 抽香烟的 标准上海青年绅士 圆脸眉目开展 嘴角向上兜兜着 穿上短裤子 就变了吃婴儿药片的小男孩 加上两撇八字须 就代表了 及时进补的老太爷 胡子一白 就可以全冲圣诞老人 郑先生是个遗少 因为不承认民国 自从民国纪元起 她就没展过岁数 虽然也知道 纯酒妇人和鸦片 心还是孩子的心 她是酒精缸里 泡着的孩尸 郑夫人 自以为 比先生看上去 还要年轻 时常得意地 向人说 我真怕 跟她一块出去 人家瞧着我 比她小得多 都拿我当她的姨太太 俊俏的郑夫人 领着俊俏的女儿们 在喜庆集会里 总是最出风头的一群 虽然不懂英文 郑夫人也会摇摇地 隔着一间偌大的礼堂 向那边叫喊 你们过来 兰西 陆西 沙西 宝丽 在家里 他们变成了 大毛头 二毛头 三毛头 四毛头 底下 还有三个是儿子 最小的儿子 是一个下堂妾所生 孩子多 负担重 郑先生 常弄得一屁股的债 他夫人 一肚子的心事 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 看得开 有钱的时候 在外面生孩子 没钱的时候 在家里生孩子 没钱的时候居多 因此 家里的儿女 生之不已 生下来 也还是一样的疼 逢着 手头活变 不能说郑先生 不慷慨 要什么 给什么 在鸦片炕上躺着 孩子们 一面给他捶腿 一面就去摸他口袋里的钱 要是不叫拿 他们就捏起拳头 一阵乱捶 捶得父亲 又是笑 又是叫唤 哎哟哟 打死了 这下子真打死了 过年的时候 郑先生领着头耍钱 做妆 推排酒 不把两百元换来的 铜子儿输光了 不让他携手 然而玩笑归玩笑 发起脾气来 郑先生 也是翻脸不认人的 郑先生 是连演四十年的 一出闹剧 他夫人 则是一出 冗场的单调的悲剧 他恨先生不负责 他恨先生 要生那么些孩子 他恨先生不讲卫生 床前放着弹圆 而先生偏要将弹 吐到拖鞋里 他总是仰着脸 摇摇摆摆 在屋里走过来 走过去 凄冷地刻着瓜子 一个美丽苍白的 绝望的妇人 难怪郑夫人灰心 他最初嫁过来 家里还富裕些的时候 他也会积一点私房 可是郑家的财政系统 是最神捉摸不定的东西 不知怎么一卷 就把郑夫人那点积蓄 卷得荡然无存 郑夫人毕竟不托 富人习气 明知是留不住的 也还要继续积攒 家事虽是乱麻一般 趁乱里 他也捞了点钱 这点钱 就给了他无穷的烦恼 因为他丈夫 是哄钱用的一等好手 说不上来 郑家是穷还是扩 呼奴使臂的 一大家子人 住了一幢洋房 床只有两只 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 到客室里打地铺 客室里 熙熙朗朗几间家具 也是借来的 只有一家无线店 是自己制的 留声机梯子里 有最新的流行唱片 他们不断地吃零食 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 孩子住了牙齿 没钱补 在学校里 买不起钢笔头 用人们 因为基欠工资过多 不得不坐下去 下人在厨房里 开一桌饭 全相堂的底下人 都来分享 八仙桌四周的 长板凳上 挤满了人 厨子的远房本家 上城来的时候 向来是耽搁在 正宫馆里的 小姐们穿不起 私质限制的 新式衬衫 布挂子又嫌累赘 索性穿一件空心的 棉袍夹袍 几个月之后 脱下来 塞在箱子里 第二年生了梅 另做新的 丝袜还没上脚 已经被别人脱去穿了 重新发现的时候 袜子上的洞 比袜子大 不停地滴滴吐吐 明争暗斗 在这弱肉强食的情形下 几位姑娘 虽然是在 锦绣丛中长大的 其实 跟十枚胡的孩子 一般破辣有为 这都是背地里 当着人 没有比他们 更为温柔之礼的女儿 勾肩搭背 有爱的姊妹 他们不是不会敷衍 从小的剧烈的生活竞争 把他们造成了能干人 穿肠 是姊妹中最老实的一个 言语迟慢 又有点脾气 她是最小的一个女儿 天生要被大的欺负 下面又有弟弟 占去了爹娘的疼爱 因此在家里 不免受委屈 可是穿肠的家 对于她 实在是再好没有的 严格的训练 为门第所献 郑家的女儿 不能当女店员 女打字员 做女结婚员 是他们唯一的出路 在家里 虽学不得什么专门技术 能够有个立脚地 却非得有点本领不可 郑穿肠 可以说一下地 就进了新娘学校 可是在修饰方面 穿肠很少发展的余地 她的姐姐们 对于美容学研究有素 她们 异口同声地断定 小妹是于学生派的打扮 小妹这一路的脸 头发还是不叹好看 小妹穿衣服 越素敬越好 难得有人配穿蓝布挂子 小妹倒是穿蓝布挂子 顶俏皮 于是穿长中年穿着蓝布长衫 夏天浅蓝 冬天深蓝 从来不和姐姐们 为了同时看中一件衣料而争吵 姐姐们又说 现在流行的这种红黄色丝袜 小妹穿了 一双腿更显胖 像德国相长 还是穿短袜子灯样 或是赤脚 又道 小妹不能穿皮子 显老 可是 三姐不要了的那件泥大衣 领口上 虽坠着一些腐朽的青肿羊皮 姐姐们说 穿长穿着倒不难看 因为大衣袖子太短了 露出两三寸的手腕 穿着像个正长高的小孩子 天真可爱 好容易熬到了这一天 姐姐们一个个都出嫁了 穿长 这才突然的漂亮了起来 可是 她不忙着找对象 她痴心想等爹有了钱 送她进大学 好好地玩两年 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 等爹有钱 非得有很多的钱 多得满了出来 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 女儿的大学文凭 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 郑先生也不忙着替穿长订亲 他道 实在经不起这样年年嫁女儿 说省 也把我们这点家私 顾都光了 再嫁出一个 我们老两口子 只好跟过去做陪方了 然而郑太太的话 也有理 郑家没有一个人说话 没有道理的 就连小弟弟 在裤子上尿了尿 也还能说出一番道理来 郑夫人道 现在的事儿 你不给他介绍朋友 他来个自我介绍 碰上个好人呢 是他自己找来的 他不成你的情 碰上个坏人 你在反对已经晚了 以后大家总是亲戚 突然伤了感情 郑夫人对于选择女婿 很感兴趣 那是他死灰的生命中的 一星微红的炭火 虽然他为丈夫生了许多孩子 而且还在继续生着 他缺乏罗曼提克的爱 同时他又是一个好妇人 既没有这胆子 又没有机会 在其他方面取得满足 于是他一样的找男人 可是找了来做女婿 他知道 这美丽而忧伤的岳母 在女婿们的感情上 是站点地位的 二小姐三小姐结婚之后 都跟了姑爷上内地去了 郑夫人把穿肠的事 托了大小姐 嫁女儿 向来是第一个最麻烦 以后一个拉扯着一个 就容易了 大姑爷有个同学 新从维也纳回来 乍回国的留学生 据说是最馋眼花 最易捕捉 这人习衣 名幻张云帆 家里也很过得去 穿肠见了张云帆 起初觉得 他不够高 不够黑 穿肠的理想的第一先决条件 是体育化的身良 张云帆 说话也不够爽利的 一个字 一个字 谨慎地吐出来 像隆重的宴会里 吃洋枣 把盒子 徐徐吐在小银石里 然后偷偷 清在盘子的一边 一个不小心 盒子 从嘴里 直接滑到盘子里 当狼一声 就失忆了 措辞 也过分留神了些 好是好 坏是 不怎么太好 恨是 不怎么太喜欢 穿肠对于他的 最初印象 是纯粹消极的 不够这个 不够那个 然而几次一见面 他却为了 同样的理由 爱上张云帆了 张云帆不但家里 有点底子 人也是个 有点底子的人 而且 他起整干净 和穿肠家里的人 大不相同 穿肠喜欢张云帆 头上的花间 他的微微伸出的下嘴唇 有时候 他戴着深色边的眼镜 也许未来未去 不过是因为 张云帆 是穿肠眼前的 第一个 有可能性的男人 可是穿肠 没有比较的机会 他始终没有来得及 接近第二个人 最开头 是他大姐请客跳舞 第二次是 张云帆还请 接着是 郑夫人请客 也是在馆子里 各方面 已经有了 大事定乙的感觉 郑夫人道 等他们订了婚 我要到云帆的医院里 去照照X光 老疑心 我的肺不大结实 若不是心疼 这笔检查费 早去照了 也不至于这些年来 心上留着个遗影 还有我这胃气疼毛病 问他可有什么现成的药水 打两针 以后几个小的吹了风闹肚子 也用不着求教别人了 先放着个姐夫 郑先生笑道 你要买药厂的股票 有人做顾问了 倒可以放手大做一下 郑夫人变色道 你几十件我买股票了 我哪来的钱 是你左手交给我的 还是右手交给我的 过中秋节 张云帆单身在上海 因此郑夫人 邀她来家里吃晚饭 不凑巧 郑先生先一日 把郑夫人一只戒指压掉了 郑夫人和先生争吵之下 第二天过节 气得脸色黄黄的 推胃气疼不起床 上灯时分 方才坐在枕头上 吃稀饭 床上架着红炕鸡 放了几色咸菜 楼下磕头记组 来客入席 佣人几次三番催情 郑夫人只是不肯下去 郑先生笑嘻嘻地 举起筷子来 让张云帆 道 我们先吃吧 别等他了 云帆只得在冷盘里 夹了些菜吃着 川长笑道 我上去瞧瞧就来 川长走下席来 先到厨房里 嘱咐他们 且慢上鱼翅 然后上楼 郑夫人坐在床上 绷着脸 搭了着眼皮子 一只手扶着筷子 一只手在枕头边 摸着了满垫着草纸的香烟筒 一口气吊上一大串痰来 吐在里面 吐完了又去吃粥 川长连忙将手 按住了王口 劝道 娘 下去 大家一块吃吧 一年一次的事 我们也团团圆圆的 况且 今天还来了人 人家客客气气的 又不知道这里头的底细 跌势又不是的地方 咱们过了今天 再跟他说话 左劝 右劝 英姓替他收头敬脸 换了衣裳 郑夫人 这才娓娓区区 下楼来了 和云帆点头寒暄击毙 把儿子 从桌子那边换过来 坐在身边 摸索着他道 叫了张大哥没有 瞧你弄得 这么黑眉无眼的 亏你怎么见人来着 上哪儿玩过了 新鞋上糊了这些泥 还不到门口的宗殿上 塌掉了它 那孩子只顾把 酒席上的杏仁抓来吃 不肯走开 只吹了一声口哨 把家里养的大狗 换了过来 将鞋在狗背上 塌来塌去 刷去了泥屋 郑家这样的大黄狗 有两三只 老儿舒懒 身上生选处 皮毛脱落 蓝门躺着 乍看 就仿佛是一块 必旧的棕毛毯 这里端上了鱼翅 郑先生举目一看 和家大小都到齐了 单单缺了 姨太太所生的幼子 便问赵妈道 小少爷呢 赵妈拿眼 看着太太 道 奶奶抱到香堂里 玩儿去了 郑先生一拍桌子道 混账 家里开饭了 怎不叫他们一声 平时不上桌子也罢了 过节吃团圆饭 总不能不上桌 去 给我把奶妈叫回来 郑夫人皱眉道 今儿的菜油的厉害 叫我怎么下筷子 赵妈 你去包两只皮蛋 来给我下酒 赵妈答应了一声 却有些一丝丝丝的 没动身 郑夫人赤道 你聋了是不是 叫你包皮蛋 赵妈慌忙去了 郑先生将小银杯 重重在桌面上一颗 撒了一手的酒 把后筋一撩 站起来往外走 亲自到香堂里 去找孩子 她从后门才出去 奶妈却抱着孩子 从前门进来了 穿肠便道 奶妈 你蹬个凳子 放在我背后 添一副碗筷来 随便喂她两口 硬个井 不过是这么回事 送上碗筷来 郑夫人把饭碗接过来 加了点菜 放在上面 道 拿到厨房里去吃吧 我见了就生气 下流胚子 你在捧着她 脱不了还是下流胚子 奶妈把孩子抱到厨下 恰巧遇着郑先生 从后门进来 见这情形 不由得冲天大怒 劈手抢过碗 哗啦啦摔得粉碎 那孩子 眼见才要倒嘴的时 又飞了 哇哇大哭起来 郑先生便一叠声 连声叫买饼干去 打杂的问道 还是照从前 买一块钱散装的 郑先生点头 奶妈道 钱我先垫着 郑先生点头道 快去快去 紧着唠叨 打杂的道 可要多买几块钱的 免得急着要的时候 抓不着 郑先生道 多买了 我们家哪儿 搁得住东西 下次要吃 照样还得现买 郑夫人在里面听见了 便闹了起来道 你这是说谁 我的孩子犯了贱 吃了婊子养的 吃剩下的东西 叫他们上土下谢 当时给我死了 郑先生在楼梯上冷笑道 你这种咒 赌他作甚 上土下谢 知道你现在 有人给你治了 张云翻听了这话 并不曾会过意思来 穿长脸上 却有些善善的 一时撇下鱼翅 换上一位神仙鸭子 郑夫人 一面替张云翻剪菜 一面心中烦恼 眼中落泪 说道 张先生 今天 你见着我们家庭里 这种情形 觉得很奇怪吧 我是不拿你当外人 看待的 我倒也很愿意 让你知道知道 我这些年来 过的是一种 什么生活 穿长 给张先生 有点吵虾仁 你问穿长 你问他 他知道他父亲 是怎样的一个人 我哪一天 不对他姊妹们说 我说 兰西 陆西 沙西 宝丽 你们要仔细啊 不要笑你母亲 欲人不输 再叫你母亲伤心 你母亲 禁不起了 从小 我就对他们说 好好念书啊 一个女人 要能自立 与这个不讲理的男人 还可以一走 唉 不过张先生 这是普通的女人呢 我就不行 我这人 情感太重 情感太重 我虽然没进过学堂 烹饪缝纫 这点资历的本领是有的 我一个人过 再苦些 总有能解决我自己的生活 虽然郑夫人 没进过学堂 她说的一口流利的新名词 她道 我就坏在情感丰富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孩子们 给她爹作件死了 我想着 等两年 等孩子们大些了 不怕叫人摆不死了 我再走 谁知道他们大了 底下又有小的了 可怜做母亲的一辈子 就这样牺牲掉了 她偏过身子去 让赵妈在她背后上菜 道 张先生趁热吃些蹄子 这些年的夫妻 你看她 还是这样的待我 可现在 我不怕她了 我对她说 不错 我是个可怜的女人 我身上有病 我是个没有能力的女人 紧着你压迫 可是 我有我的儿女保护我 我女儿爱我 我女婿爱我 穿肠心中 本就不自在 又觉胸头饱闷 便揉着胸脯子道 不知怎么的 心口脚的慌 郑夫人道 别吃了 喝口热茶吧 穿肠道 我到沙发上靠着 舒服些 便走到穷门那边的客厅里坐下 这边 郑夫人 悲悲怯怯 清心涂胆 诉说个不完 云帆说 伯母 别尽自伤心了 身体经不住 也要勉强吃点什么才好 郑夫人 咬了一池子 奶油菜花 尝了一尝 醋着梅道 太腻了 还是替我下碗面来吧 有蹄子 就是蹄子面吧 一桌子人 都吃完了 方才端上面来 郑夫人 一头吃 一头说 面冷了 又叫拿去热 又趁 不替张先生倒茶 云帆忙道 我有茶 在客厅里 只要堆点开水就行了 趁势走到客厅里 客厅里 电灯上的瓷罩子 让小孩拿刀弄杖 敲碎了一脚 因此 穿肠能够不开灯的时候 总避免开灯 屋里暗沉沉的 但见穿肠 扭着身子 扶在沙发服手上 蓬松的长发 背着灯光 边缘上 飞着一重 清暖的金毛衣子 顶着一双大眼睛 像云里雾里 雾里雾里似的 微微发亮 云帆笑道 还有点不舒服吗 穿肠 坐正了 笑道 好多了 云帆见穿肠 并不碾上灯 心中呐喊 两人暗中相对 毕竟不便 只得抱着胳膊 立在门洞子里 那里有射进来的灯光 穿肠 正迎着光 他看清楚穿肠 穿着一件 葱白素绸长袍 白手臂 与白衣服之间 没有界限 带着他大姐夫 从巴黎带来的 一副别致的项圈 是一双泥巾的小手 尖而长的红指甲 紧紧扣在脖子上 像是要掐死人 穿肠笑道 张先生 你很少说话 云帆笑道 刚才我问你好了些没有 再问下去 就像个医生了 我就怕人家说 三句话不离本行 穿肠笑了 赵妈拎着乌黑的水壶 进来冲茶 穿肠 便在高脚玻璃盆里 抓了一把糖 放在云帆面前道 吃糖 郑家的房门 郑家的房门向来是四通八达开着的 奶妈抱着孩子从前面躲了进来 就在沙发四周绕了两圈 郑夫人在隔壁房里吃面 便回过头来 叮眼望着 像穿肠道 别给他糖吃 引得他越发越没规没举 来了可就窜来窜去讨人险 奶妈站不住脚 只得把孩子抱到后面去 走过餐室 郑夫人见那孩子一直手捏着满满一把小饼干 嘴里却啃着梨 便叫了起来道 是谁给他的梨 楼上那篮子梨是姑太太家的节礼 我还要拿他送人呢 动不得的 谁给他拿的 下人们不敢答应 郑太太放下筷子 一路问上楼去 这里穿肠搭讪着站起来 云帆以为他去开电灯 穿肠却去开了无线电 因为没有适当的茶几 这无线电是搁在地板上的 穿肠蹲在地上扭动收音机 云帆便跟了过去 坐在近边的一张沙发上 笑道 我顶喜欢无线电的光 这点光总是跟音乐在一起 穿肠把无线电转得轻轻的 轻轻的到 我别的没有什么理想 就希望有一天 能够开着无线电睡觉 云帆笑道 那仿佛是很容易 穿肠笑道 在我们家里就办不到 谁都不用想 一个人想点轻浮 云帆道 那也许家里人多 免不了总要乱一点 穿肠很快地溜了他一眼 低下头去 叹了一口气道 我爹其实不过是小孩子脾气 我娘也有他为难的地方 其实我们家还真亏了我娘 就是他身体不行 照应不过来 云帆听见他无缘无故地 替自己父母辩护着 就仿佛他对他们表示不满似的 自己回味自己方才的话 并没有这层意思 两人一时都沉默起来 忽然听见后门口 有人喊叫 大小姐大姑也回来了 穿肠似乎也觉得 课堂里没点灯 有点不合适 站起来开灯 那电灯开关 恰好在云帆的椅子背后 他立在他颈跟前 不过一刹那的功夫 他长袍的下摆 照在他脚背上 随即就移开了 他这件旗袍 织得特别的长 早已不入时了 都是因为云帆 向他姐夫说过 他喜欢女人的旗袍 长过脚踝 出国的时候 正是心疹 今年回国来 却看不见了 云帆到现在 才注意到他的衣服 心里也说不出来 是什么感想 脚背上仿佛 老是 诺诺诺啰啰 飘着他的旗袍角 穿长这件衣服 想必是旧的 既长又不合身 可是太大的衣服 另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性 走起路来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有人的地方 是人在颤抖 无人的地方 是衣服在颤抖 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 极其神秘 穿长迎了出去 他姐姐姐夫 抱着三岁的女儿走进来 和云帆招呼过了 那一年秋暑 阴历八月了 他姐夫 还穿着花绸香港衫 穿长笑道 大姐夫 越来越漂亮了 他姐姐笑道 可不是 我说他 瞧着年轻了二十五岁 他姐夫笑着 牵了孩子的手 去打他 他姐姐全娟 说话说个不断 像挑着铜匠担子 担子上 挂着跌搭跌搭的铁片 走到哪儿 都带着他自己的 单调的热闹 云帆自己 用不着开口 不至于担心 说错了话 可同时 又愿意多听 穿长 讲两句话 没机会听到 很有点失望 穿长 也有类似的感觉 他弟弟走来 与大姐拜结 全眷笑道 你们今儿吃了什么好东西 替我留下了没有 他弟弟笑道 你放心 并没有瞒着你吃什么好的 虾仁里吃出一粒丁来 全眷忙叫他晋升 道 别让张先生听见了 人家讲究卫生 回头疑神疑鬼的 该肚子疼了 他弟弟笑道 不要姐 大姐夫不也是 讲究卫生的吗 从前 他也不嫌我们厨子不好 天天来吃饭 把大姐骗了去了 这才不来了 请他也请不到了 全眷笑道 他这张嘴 都是娘惯的他 穿长因这些话 太露骨 早红了脸 又不便当着人 向弟弟发作 云帆忙打岔道 今儿去跳舞不去 全眷道 太晚了吧 云帆道 大姐吓得 晚一点也没关系 穿长笑道 张先生今天这么高兴 他几番拿话试探 觉得云帆 虽非特别高兴 却也没有半点不高兴 可见他 对于他的家庭 一切都可以容忍 直到了这一点 心里就踏实了 当天 姐姐姐夫 陪着他们出去跳舞 夜深回来 临上床的时候 穿长回想到 方才从无常里出来 走了一截子路 去叫汽车 四个人挨得紧紧地 挽着手并排走 云帆的胳膊肘子 恰好抵在他胸脯子上 他们虽然一起跳过舞 没有比这样再接近了 想到这里 就红了脸 决定下次出去的时候 穿双顶高的高跟鞋 并肩走的时候 可以和他高度相仿 可是那样也不对 怎么着也不对 而且 这一点接触算什么 下次他们单独地出去 如果他要吻他呢 太早了吧 统共认识了没多久 以后 要让他看清的 可是到底 家里已经默许了 穿肠脸上发烧 久久没有退烧 第二天约好了 一同出去的 他病倒了 就没去成 病了一个多月 郑先生郑夫人 顾不得避嫌疑了 请张云帆给诊断了一下 穿肠自幼身体健壮 从来不生病 没有在医生面前 脱衣服的习惯 对于他 脱衣服 就是体格检查 他瘦的肋骨胯骨 高高凸了起来 云帆该怎么想 他未来的妻 太使他失望了吧 当然 云帆脸上 毫无表情 只有夜教图式的愉悦 一般医生的 典型临床态度 笑嘻嘻地说 耐心保养着 要紧是不要紧的 今天觉得怎么样 过两天 可以吃橘子水了 他讨厌他这一套 仿佛 他不是个女人 就光是个病人 病人也有 几等几样的 在涉猎的卧室里 下着帘子 捧着拳发 清潇睡衣上 夹着白秃皮眼边的 床上披得紧断睡袄 现代林黛玉 也有他独特的风韵 穿长 可连一件像样的 睡衣都没有 穿上他母亲的 白布挂子 许久没洗澡 乳丹也没换过 那病人的气味 他不大乐意张一声 他觉得 他仿佛是 趁他没打扮的时候 冷不防来看他似的 觉得比平时破烂的人们 见了客 总比平时无礼些 穿长病得不耐烦了 几次想爬起来 撑撑不也就撑过去了吗 郑夫人阻挡不住 只得告诉了他 张先生说 他生的是肺病 张云帆天天来看他 免费为他打空气针 每逢他的手 轻轻按到他胸肋上 微凉的 科学的手指 他便侧过头 去凝视窗外的蓝天 从前一直憧憬着的接触 是的 总有一天 总有一天 可是想不到是这样 想不到是这样 他眼睛上 蒙着水的壳 他睁大了眼睛 一眨也不眨 怕他破 对着他哭成什么样子 他很体谅 打完了针 总问一声 痛得很 他点点头 借此 眼泪就扑得落了下来 他的肉体 在云帆手指底下溜走了 他一天天瘦下去 他的脸像骨架上 绷着白段子 眼睛 眼睛就是段子上落了灯花 烧成两只严严的大洞 越急 越好不了 川长知道 云帆比他大七八岁 他家里父母屡次敦促他及早娶亲 他的不安 云帆也看出来了 有一次 打完了针 屋里静悄悄的 没有人 他以为他已经走了 却听见桌子上叮当作响 是他把药瓶与玻璃杯挪了一挪 静了半晨 他牵牵他颈向后面的熔毯 塞得紧些 滴滴地道 我总是等着你的 这是半年之后的事 他没作声 他把手伸到枕头套里面去 枕套与被窝之间露出一截子手腕 他知道他会干涉的 他希望他会握着他的手送进被去 果然 他说 快别把手露在外面 看动着了 他不动 因为他躺在床上 他分外的要避嫌疑 只得像哄孩子似的笑道 快 快把手收进去 听话些 好得快些 他于是自动地 缩近了手 有一橙子 他精神好了些 落后又坏了 病了两年 成了古牢 他隐隐绰绰地仿佛知道 云帆另有了人 郑先生 郑夫人 和全娟商议道 索性告诉他 让他死了这条心也罢了 这样一一祸祸 反而添了病 便老实和他说 云帆有了个女朋友 叫余美增 是个看护 川长道 你们看见过他没有 全娟道 跟他一桌 打过两次麻将 川长道 怎么也没听见你提起 全娟道 当时也不知道 他是谁 所以也没想起来告诉你 川长 自觉热气上升 手心烧得难受 塞在枕头套里 冰着他 他说过 我总是等着你的 言由在耳 可是怨不得人家 等了他快两年了 现在大约断定 他这病 是无妄了 无妄了 以后预期着 还有十年的美 十年的风头 二十年的荣华富贵 难道 就此完了吗 郑夫人道 干嘛把手放到枕头套里 川长道 找我的一条手绢子 说了 他又懊悔 别让人家以为 他找了手绢子 来擦眼睛 郑夫人倒是体贴 并不追问 只弯下腰 去拍了拍他 柔声道 怎么枕头套上的钮子 也没扣好 川长笑道 睡着没事做 就喜欢把他 一个个拨开来 又扣上 说着 便去扣那沁钮 扣了一半 紧紧紧揪住枕衣 把沁钮的小肩头子 死命往手掌心里沁 要把手心定穿了 才谢他心头之恨 川长履次表示 想见见那位余美增小姐 郑夫人对于女儿这头寝室 惋惜之余 也有同样的好奇心 因叫全娟 邀了张医生余小姐 来打牌 这余美增 是个小圆脸 窄眉细眼 无短身材 穿一件薄薄的黑泥大衣 肩上扣着小铁船的别针 显得寒素 入局之前 他伴了张医生 一同上楼探病 穿肠 见这人容貌平常 第一个不可理喻的感觉 便是放心 第二个感觉 便是称怪他的情人 如此没有眼光 曾经沧海难为水 怎么选了这么一个 次等角色 对于前头的人 是一种侮辱 第三个 也是最强的感觉 是愤懑不平 因为他爱他 他认为 唯有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 方才配得上他 与美曾 既不够资格 又还不知足 当着人 故意撇着嘴 和他闹别扭 得空 便横他一眼 美增的口头禅师 云帆这人 就是这样 仿佛云帆 有许多可挑剔之处 穿肠听在耳中 又惊又气 他心里的云帆 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 是的 他单知道 云帆的好处 云帆的缺点 要等旁的女人 和他结婚之后 慢慢地去发现了 可是 不能是这么一个女人 然而这与美曾 究竟 也有他的可取之点 他脱了大衣 隆冬天气 他里面 只穿了一件 光胳膊的绸甲袍 红黄紫绿 周身都是烂醉的颜色 穿肠 虽然许久没出门 也猜着 一定是最近流行的衣料 穿得那么单薄 云美曾 没有一点寒缩的神气 他很胖 可是胖得曲折紧张 相行之下 穿肠更觉得 自惨行贵 云美曾见了他 又有什么感想呢 张医生 和这肺病患者的关系 想必美曾 也有所风闻 他也要怪 他的情人 太没有眼光吧 穿肠 早考虑到了这一点 把他前年拍的 一张照片 预先叫人 找了出来 压在方桌的玻璃下 美曾果然玩下腰去 打量了半日 他并没有问 这是谁 他看了又看 如果是有名的照相馆拍的 一定有英文字 突印在图的下端 可是没有 他含笑道 在哪儿照的 穿肠道 就在这儿附近的一家 美曾道 小照相馆 一来就把人照得 像个囚犯 就是这点不好 穿肠一时对答不上来 美曾又道 可是郑小姐 你真上照 意思是说 照片虽难看 比本人还剩三分 美曾云翻走后 大家都觉得 有安慰穿肠的必要 林郑先生 为了怕传染 从来不大到女儿房里来的 也上楼来了 他浓浓喷着雪茄烟 制造了一层防身的烟幕 穿肠有心做出不介意的神器 反倒把话题 引到于美曾身上 众人平头品足 全军说 长得也不见得好 郑夫人道 我就不赞成他那副派头 郑先生认为 他们这是过于露骨的妒忌 便故意笑道 我说人家相当的漂亮 穿肠笑道 对了 爹喜欢内陆的身个子 全军道 爹喜欢人胖 郑先生笑道 不怪张云翻 要看中一个胖些的 他看病人 实在看腻了 穿肠笑道 爹就是轻嘴剥舌的 郑夫人 后来回到自己屋里 叹道 可怜他还撑着不露出来 这孩子要强 郑先生道 不是我说丧气话 四毛头这病 我看过不了明年春天 说着 不禁泪流满面 全军将一张药方递过来道 刚才云翻开了个方子 这种药 他诊所里没有 叫派人到各大药房 去买买试试 郑夫人 向郑先生道 先把钱 交给打杂的 明儿一早 叫他买去 郑先生 睁眼差一道 现在西药 是什么价钱 你是喜欢买药厂股票的 你该有数啊 明儿他死了 我们还过日子不过 郑夫人 听不得股票这句话 早把脸急白了 道 你胡说些什么 郑先生道 你的钱 你爱怎么使怎么使 我花钱 可得花得高兴 苦着脸子 花在医药上 够多远 这孩子一病两年 不但你 你是爱牺牲 找着牺牲的 就连我 也带累着牺牲了不少 不算对不起他了 肥鸡 大鸭子 吃腻了 一天两只苹果 现在是什么时事 做老子的 一个姨太太都养活不起 他吃苹果 我看 我们也就只能这样了 再要变着 反而兴出新花样来 你有钱 你给他买去 郑夫人存多着 若是自己拿钱出来给他买 那是证实了 自己有私房钱存着 左思右想 唯有托云帆设法 当晚趁着穿肠 半夜里服药的时候 便将这话 原原本本 告诉了穿肠 又道 云帆 帮了我们不少的忙 自从你得了病 哪一样 不是他一手包办 现在他有了朋友 若是就此不管了 岂不叫人说闲话 倒好像他从前全是一片私心 单看在这份上 他也不能不敷衍我们一次 川常听了此话 如同万箭钻心 想到今天 于美增曾经说过 郑小姐 闷得很吧 以后我每天下班来 陪你谈谈 搭张医生的车一块来 好不好 那分明是 村心监督的意思 多了个于美增在旁边虎视眈眈的 还要不识相 死活纠缠着云帆 要这个 要那个 叫云帆为难 太丢人了 一定要他父母拿出钱来呢 他这病已是治不好了的 难怪他们不愿把钱扔在水里 这两年来 种种地方 已经难为了他们 总之 它是个拖累 对于整个的世界 它是个拖累 这花花世界 充满了各种愉快的东西 橱窗里的东西 大菜单上的 时装样本上的 最艺术化的房间 里面空无所有 只有高期天花板的大玻璃窗 地毯 与屋檐六色的软垫 还有小孩 当然小孩他是要的 包在毛绒衣 兔子耳朵小帽里面的 西式小孩 像圣诞卡片上的 哭的时候 可以叫奶妈抱出去 穿长自己 也是可爱的 人家要她 她便得到她所要的东西 这一切 都是她分内的 然而现在 她自己 一寸一寸地死去了 这可爱的世界 也一寸一寸地死去了 凡是她目光所及 手指所处地 立即死去 于美增 穿着妖艳的衣服 全捐 新尽质的一房新家具 可是 这对于穿长失去的意义 它不存在 这些 也就不存在 从小不为家里喜爱的孩子 向来有一种 渺小的感觉 穿长本来觉得自己 无足轻重 但是自从生了病 终日郁郁地自私自想 她的自我观念 逐渐膨胀 硕大无棚的自身 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 两个尸首 背对背拴在一起 你追着我 我追着你 往下沉 穿长受不了这痛苦 她想早一点结果了她自己 早上 趁着爹妈没起床 赵妈上庙烧香去了 厨子在买菜 家里只有一个新来的李妈 什么都不懂 她叫李妈 背她下楼去 给她雇了一部黄包车 她趴在李妈背上 像一只 冷而白的大白蜘蛛 她身边带着五十块钱 打算 买一瓶安眠药 再到旅馆里开个房间住一去 多时没出来过 她没想到 生活程度长到这样 五十块钱 买不了 买不了安眠药 况且 她又没有医生的证书 她茫然坐着黄包车 兜了个圈子 在西菜馆 吃了一顿饭 在电影院里 坐了两个钟头 她要重新看看上海 从前穿肠出去 因为太忙着被注意 从来不大有机会 注意到身外的一切 没想到 今日之下 这不碍事的习惯 给了她这么多的痛苦 到处有人 用骇意的眼光望着她 仿佛她是个怪物 她要的死 是诗意的动人的死 可是人们的眼睛里 没有悲悯 她记起了同学的纪念册上 时常发现的两句诗 笑 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 哭 你便独自哭 世界对于他人的悲哀 并不是缺乏同情 秦雪梅掉笑 小和尚哭铃 小寡妇上坟 穿长的母亲 自伤绅士 都不难使人同声一哭 只要是戏剧化的 虚假的悲哀 他们都能接受 可是 真遇着了一个一身病痛的人 他们只睁大了眼睛说 这女人瘦了 怕了 郑家走失了病人 分头寻觅 打电话到轮渡公司 外滩公园 各大旅馆 各大公司 乱了一天 傍晚时分 穿长回来了 在何家电器的寂静中 上了楼 郑夫人跟进房来 但要盘结责骂 穿长 喘吁吁靠在枕头上 拿着把镜子 梳理她的直了的拳发 将汉逆的头发 编成两根小辫 郑夫人忍不住到 累成这个样子还不歇歇 上哪儿去了一天 穿长 手一松 丢了镜子 突然搂住她母亲 扶在她母亲背上 放声哭了起来 道 娘 娘 我怎么变得这么难看 她问了又问 她母亲也哭了 可是有时候 穿长也很乐观 逢到天气好的时候 枕衣 先在太阳里晒过 枕头上 留有太阳的气味 郑夫人在牙塘外面 发现了一家小小的鞋垫 价格 价格特别便宜 价格特别便宜 银体 何家大小 每人做了两双鞋 穿长虽然整年不下床 也为她制了两双鞋 也为她制了两双绣花鞋 一双皮鞋 当然 现在穿着 嫌大 补养补养 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 不久 她又要设法减轻体重了 扣着点吃 光吃胡萝卜和花旗橘子 早晚做柔软体操 穿长把一只脚 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 道 这种皮看上去到很老 总可以穿两三年 她死在三星期后 1944年2月